天气这么热,吃冰是最消暑的了 珍珠奶茶现在从手摇杯,摇身变成了雪花冰 这一天下来,业绩卖得下下叫 像是摇滚粉圆冰啊,一天超卖两百万 业者说着破了单日的销售量 业绩成长至少四成 日正当中暑气冲天太热了 女群高中大学生专程到台北吃冰 因为天气热,吃冰为了消暑 吃冰 你呢? 吃芒果冰 珍珠奶茶冰很受欢迎 香Q弹牙大珍珠 再加上了高山乌龙特制的茶砖 爆出的雪花冰香浓口味 创造出不同于喝的珍珠奶茶 很有嚼劲 还有包心粉圆 也是香Q弹牙的大粒的粉圆 配上了仙草或是豆花 再加上了豆芳拿铁 做出了好吃的摇滚粉圆 也大受欢迎 那么一天可以卖出两百杯以上 业者笑呵呵 我们都还没有休息过 因为除了外送之外 还有内用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冰的成长 大概有差不多四成 高单价冰品的市场 屹立不摇 像是220元一碗的芒果冰 250块一碗的咖啡棉花甜 越贵越有人吃 而比较平价的粉圆冰 牛奶冰 还有包心粉圆 现在也要一碗60块 消费者说 实在是没办法 天气热 吃不下菜 只好吃冰 填饱肚子 记者周莉莉 陈时莲台北报道